画面就可以看到 时代力量一来线党部高举反歧视手把抗议 跟扬言罢免一来线资深议员黄玉宜 而林一头民进党也有多位议员齐聚抗议 因为日前黄玉宜这对女议员 在议会中以手把声援 造性骚老离职的女消防员 竟爆出为何不锁门 要引诱人家去看吗 等检讨被害人的言论 正夜瑞一出引发重度 就连黄玉宜所属的公民党 也将她一送考机会 不过黄玉宜在第一时间 确实坚持没有食言 不肯道歉 但随着风波扩大 其他党发动罢免 黄玉宜终于在今天发出声明道歉 黄玉宜强调自己是基于 维持异常秩序 才会请主席裁决撤下标语 尤其性骚扰案已经移送司法调查 当事人不想再被宣扬 所以才会希望大家 别再用这个议题剥取版面 但也会对于过程中 发言让相关人员感到困扰和不舒服 表达歉意 不过目前黄玉宜只发出 书面声明道歉 时代力量还是相当不满 表示将持续发动罢免行动 直到黄玉宜本人愿意出面 公开道歉